看看新闻榜 大家好 我叫丘米 今年22岁 来自于上海 因为名字叫森蝶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不相信爱情 但我相信你 现在是在奢侈品 买手电 上班 带来前面的才艺展示呢 唱一首歌 肖静腾的《海鱼猎》 好 展示篇 出手的来迷 演绎出了消灰的气息 你在天南西 高雅两节 好美丽 好美丽 轻轻揉揉的想念 在淡脸的季节 还记得护盘曾与你相遇 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恭喜 73票 来 挑战我请 带动全场气氛的一首歌 丘米能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去吗 想再等一会儿 这是你的性格吗 我看刚才你都直接冲到何梦堂里面 然后靠在她的台子上 跟她有做一个眼神的交流 还是想留一点神秘感 好 尊重你的选择 选择哪一位男生作为你新衣男嘉宾呢 好 这位 好 加油 好 那丘米 你也可以邀请一位男生坐这个红椅子 为你说好话 10号 龚涛 邀请龚涛 女嘉宾 女嘉宾 其实你刚才在表演什么我全部都忘记了 我唯一记得就是你趴在我这个台子上 跟我抛的那个面眼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来对了 她刚才从你那边离开之后 我看到何梦怀在原地贪了有五六秒 整个人在那边傻掉 有没有看到我依依不舍的表情吗 嘉宾 你好 你英文名字叫森蝶是吗 对 可是我的英文名叫Kimi 真的呀 就是所以我想问你 森蝶你会唱小星星吗 那你要我天亮啦 好 谢谢你 女嘉宾 你好 看到你的短头发想送你几句歌 短发女孩也可以性感和可爱 要学像不像 我觉得你今天穿 你今天穿得很性感 包括你会露肩 然后配短裙 然后不知道你的短发 有没有人说你像郭彩杰 希望待会我非常期待你摘下面具的样子 好 你也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心 想要送给谁呢 12号 唱歌的呢 唱那首歌的宅立场 恭喜你 立场 我们再通过一个微信 对你家庭在下了解 大家好 我叫丘女 今年22岁来自上海 现在在一家奢侈品领袖行业担任礼宾工作 在朋友同事眼里 也许我平时的话 是比较开朗 比较活泼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回家我都是一个人独处的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处理 因为我爸爸现在去了澳洲 一个人在中国 要照顾一位奶奶 现在生活中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妮体的陪伴 有可能跟别人最大的不同的话 就是我的外形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 只有百分之八的男性 是喜欢短发的女性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平时生活中的有可能性格的关系 我觉得短发干净利落 比较能对我安全感 我喜欢的男性的类型是 就是承受稳重 最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希望我以后的男朋友能够接我下班 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家吃饭 两个人一起遛狗 就这种很简单的幸福 好 看到VCR我们再翻开两个不可怕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秋米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 学的是工商管理的大专 现在在一家奢侈品买手店 担任李宾 说自己是八岁独立老 为了爷爷奶奶而留在上海 那么现在她是属于百分之八的短发女生 爱搞恶作剧的跳跳堂 刚才片段透露一个小细节 父亲已经去澳洲去发展了 对 你没有说你的妈妈 因为我是跟着我父亲的 父母不在一起生活 对对对 在你什么时候是他们分开的 八岁的时候 那你父亲为什么去了澳大利亚 没有把你给带走的 爷爷奶奶因为不想长途跋涉去澳洲那边 太远了 身体不行 那她去了多长时间了 父亲 现在已经去了两年了 两年多 你准备一直就跟你爷爷奶生活在上海 至少目前为止是 女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平时的话每天会花多少的时间陪爷爷奶奶 还有会具体做些什么呢 呃 因为我要上班 我一周的话会抽一天去爷爷奶奶那边 帮他们配药 然后帮他们看看有什么家里需要 补充的那种帮他们去买一下 呃 他们身体还 呃 现在还不错 好 那也祝他们身体健康 谢谢 嘉宾你好 呃 爱恶作剧的那个跳跳糖 是一边吃的跳跳糖呢 做恶作剧呢还是什么 呃 不是 跳跳糖的话 是我同事给我的评价 就是又甜又好玩 但是又不会很粘人 不会像普通的那种糖 很糖果很粘人 爱恶作剧的话是因为 呃 刚刚VCR当中 大家也看到我家那只狗 因为到春天嘛 他会钓毛 然后我带他到宠物店去剃毛 然后我就把他剃的整个都剃光了 包括他的头 然后剃完之后 我把他留在路上 然后一个小朋友就拉着他妈妈说 妈妈快看 人家在溜小羊 然后我家那只狗 转眼就看到镜子里面自己嘛 然后就一路往家走 然后走到家里 对我就不理不睬三天 然后我也着急嘛 因为他不吃不喝 然后我就去宠物店问了 那他说狗其实也有自尊心 当然 然后我就帮他穿了一件小超人的衣服 他后面才 过了一段时间才会踩我 女嘉宾 你刚刚说了你对狗是这样 你对你的男朋友会不会是这样 也没有对男朋友做过 但朋友做过 就是我们出去玩过夜的时候 然后那个女生睡着了 然后我们就把他画的那个脸上 就脸上乱画 画的很13的那种 然后第二天还帮他拍照 然后发朋友圈这种 那我有点害怕 女嘉宾你好 因为你是在奢侈品店工作的嘛 那你肯定对这个时尚的资讯 是非常的了解的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2014有什么最新的时尚资讯 或者是 今年的话主要流行的话是印花 大面积的印花 大面积的印花会比较走在时尚的尖端 然后还有类似于就那种那种散裙 蓬蓬的散裙 也是2014年女妆比较时尚的 然后像何孟怀身上这件大面积的印花 就是今年2014年比较流行的款式 真的啊 我一定以为他们把他 把他家里的棉被给穿出来 时尚搞的问题 原来我是也走在时尚的尖端呢 绝对 鲁老师哪天也尝试一件 好 各位男生 做出你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好 我们再翻开另外两张扑克牌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邱敏的唐沃四次恋 曾经遭遇过奇葩的男友 这个发现自己被第三者了 他希望找这个男生叫单眼皮 大眼睛 能够给我依靠 要像我父亲一样 李嘉宁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之前遭遇过奇葩男友 我想知道有多奇葩 我是发现自己是被第三者 因为那时候处了一段时间 那个男生的年纪也偏大 八四年的 然后我妈妈就有点不放心 然后就去查了一下 她的个人档案嘛 然后结果发现她是已经结婚 还有个六岁孩子的 而且当时还是在已婚状态 还是在已婚状态 没有离婚 你们交往多久了呢 那时候是交往三个月 那我就不太理解 为什么你没发现 被你妈妈给发现 你父母已经离开了 因为我妈子还在上海嘛 对 为什么你妈妈 会想要查这个男生的 她知道我谈恋爱了 总会有点不放心 而且看到年龄稍微 对 有点大 大一点 你自己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察觉啊 她该吃饭吃饭 该看电影看电影 然后下班该来接你 该来接你 就完全不像有一个 有家庭的人 我可是要好奇的是 你妈妈是在从事 间谍方面的工作吗 我妈妈差不多 上海穿我们娘都很厉害 女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你第四张牌上面写说啊 就是能够给你依靠 像你父亲一样的男生 那你会这样子希望 是不是因为你的爸爸 在澳洲的关系 你可能从小都很独立 那希望有一个可以 男朋友或者是老公 可以像爸爸一样照顾你 你有点这样的原因在里面 就像我前段时间生病 然后我一个人去医院的 然后看到身边的所有人 都有家人陪 或者有男朋友老公陪着 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 自己很无助的感觉 其实那时候 只希望有一个人 陪在身边就够了 但是有可能 就没有找到这样的人 所以我希望 我能找到的男生的话 是能够 在我需要他的时候 能够出现 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之前的那个男朋友 有没有像父亲一样 这样疼爱你的 有啊他很会照顾人 所以他找了一个 已经当父亲的人 来做男朋友 有嘉宾 那我就看了你第四张牌的时候 你喜欢这个单眼皮大眼睛 我想说这样的男生 吸引力在哪里 呃 单纯的我只喜欢单眼皮而已 就是觉得 有杀伤力 何孟怀不要以为 你自己是双眼皮 全世界的女生 都要喜欢双眼皮 其实单眼皮的男生 蛮可爱的啊 好的 各位男生 做出你们今天的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 你一个人接下面去了吗 嗯 好 球迷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了 我超过半数的男生在为你留宝 一 请选择了 一 请选择了 一 请选择了 我超过半数的男生在为你留宝 那 你还可以选择一位或几位男生 提出哪个问题 呃 我想选 李维 14号 陈 浩杰 好的 呃 我想问你们对自己身上的哪个部分 最自信 哈哈 这个你坦白回答了 呃 呃 就现在怪 看得到的 看不到 看不到就不要说了 看不到不要说 看得到的 对我 眼睛嘛 为什么 因为好多人都说我眼睛好看 所以我就信了 哈哈哈哈 重点是所以我就信了这句话 哈哈 呃 我的嘴巴 为什么 因为我很会kiss 谁都会kiss 没想到这个大叔说出这样的答案 哇 这赤裸裸的引诱啊 人家就是一女孩 给修的头都低下去了 哈哈 哪个答案 让你心动 呃 其实我原本心里想的答案是手 因为我很喜欢看男生的手 哦 你希望男生的手是长得很漂亮的 嗯 干净 干净 对 因为现在很多男生会留指甲 我很讨厌男生留指甲 好 你还可以向男生提出 九个要求 第一个 嗯 不能接受我一直留短发的情犯牌 看起来有男生喜欢看得你留长发的样子 下个要求 喜欢软妹子的情犯牌 什么叫软妹子 有必要解释一下 就是那些很娇滴滴 嗯 然后很爱 发点的那种 哦 很多人翻过去 嗯 看来软妹子在男性的路还是很有市场的 对啊 所以讲这就是别人百分之九十二的人 喜欢长发的原因好吗 好 三个要求提出之后呢 在你身后只有两张牌为你留着了 我们明确的知道 六号季星是一定想要站出来的 有请六号 季星请出列 上前一步 上前一步 其实整场看下来 我觉得那么优秀的女孩子 我当然会愿意下来跟她表白 好样的 好 两位加油 啊 嗯 嗯 我唯一陪伴我长大的奶奶是在我九岁的时候过世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去尽这份孝心 所以 我觉得说如果 我跟你真的有机会的话 我非常愿意花这份心思 去一起孝敬爷爷奶奶 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在你身上我看到非常多的闪光点 你的独立自主 但我觉得说 可以在你非常需要我依靠 依靠我的时候 我会出现在你身边 所以 所以 请 请 请你考虑一下 季星 孙敬你好 我叫季星 来自上海 目前在一家 奢华酒店做自身销售 嗯 其实我觉得你的到来改变了我对 很多以前想法的一个想法 比方说以前我是喜欢长发女孩 但我今天第一次发现 短发其实可以那么的干脸 那么的帅气 其实我们之间是有蛮多共同点的 比方说你是在华东理工大学 住在我家旁边隔壁 比方说你学的是工商管理 我也是 比方说你家里有养狗 我家也有养 再然后我觉得 我其实个人是有过一段 婚姻的经历的 其实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 从那次以后 我觉得还学到蛮多东西 有很多的一些 经验 包括想法 我觉得是可以带着你 然后照顾你的 最后我只想说 Sandy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 我从没有辜负自己 好 姑娘 你可以做出你一个判断跟选择 在你面前两个小伙子 人都不错 是 虹涛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已经站了很长时间 也有很多女生对她进行表白 但她今天愿意在红颜色上站起来对你表白 她也鼓了很大的勇气 是 而且小伙子也很帅气 基辛 现在在上海一家非常著名的 是应该全球比较著名的一家酒店 管理公司 单任销售 我可以给你多透露一点小数字 进行销售业绩非常好 曾经有几天 他们这个酒店呢 相当于一半以上的这个销售 是由她来去完成 所以业绩非常好 收入也不错 但是呢 很多女孩可能觉得有一段婚事 也许我不考虑 但是我真的跟你说 因为曾经结过婚 感受过婚姻挫折的男人 更懂得如何去疼一个女人 如何去处理男女之间的关系 所以哈勒你要考虑吧 太好了 恭喜公布 恭喜公布 谢谢杨文老师 谢谢杨文老师 谢谢杨小姐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已经真的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真的能遇到我喜欢 并且她也喜欢我的这一个 非常地不容 而且我真的跟你们说 你们两位的今天的这个相遇和相知 真的很富有戏剧性 因为姑娘上台的时候 最先选的那个嘉宾 其实并不是公布 你愿不愿意在现场公布那个人 或者是旧宝石秘密 让你们俩就这样愉快地离开现场 其实可以公布一下了 因为选那个男嘉宾的原因 也是因为有些外界因素的原因 没有经过了解嘛 好 她选择了一位大树 15号 沈默纯 但是我要听郭涛说 你其实也要感谢这个舞台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你最早带到我们这个舞台的时候 还稍微显得有点青涩 但你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 这过程很成熟 对 在这个舞台上我也成长了非常地多 非常感谢这个节目 有一种孩子会嫁人的感觉 有没有 好 恭喜两位 你们要获得一个 和我知情人所送出您的特朴的礼物 谢谢 恭喜 恭喜 带这东西 太好了 我没有讲一句话的话就走向东方 是因为她的言语真的是感动了我 然后让我下定了这个决心 喜欢其实无事多言 那以后呢 秋米在上海又多了一位家人 我也会经常地就去陪她 去看爷爷奶奶 我会非常好地照顾好她